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中都需要许多的贵人 尤其是在企业上有那么多成功的企业家 能够来到这个平台分享 他们的一个分享就能够改变了我们的一生 你最多时间在一起那五个人 你拿来除五 你就是那人 你跟五个比较富有人在一起 然后你很大可能是第六个 你跟五个笨的人在一起 然后你很大只会也是第六个 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思维 调调道路通楼这段时间 我们在这里做了很多的人脉连结 然后在这里我们认识了很多企业家 我们学了很多Diamond 除此之外我也认识了一班很好的兄弟 在我生意上面对我来讲帮助太多 我们不单只是学习了如何去做事 我们也从他们这些讲师里面学会了如何去做人 那每一次的分享都是很有架构性的去让我们去学习 然后这里的概念就是让我们如何去学习 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帮助更多地要帮助的人 没有认识的不配 只有你自己觉得不可以 不管你拥有这个价值观 那你每个决定都很简单 每一个的决定都在考验你的价值观 所以我要拖挂我两三个失败的经历 来给大家一个喜爱 我下定决心 我就重点我这个Diamond 下的生育到今天37年 这些日常的年轻人 他们需要更多的名师指路 所以只要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呢 就能够让他们条条道路去通罗马 生命上的整空很多地方也可以学 但是生命的丰盛 不是每个地方都会很注重在这个方面 但是我们很注重在生命 也注重在生命的丰盛 所以希望在下一个我们的聚会 我们的节目可以见到你 好 要不要做生命好吗 好 很好 非常好 Oh yes Woo ruption 终于